前方車道明明是往右彎 白色轎車卻是一直往左偏 都已經跨過雙黃線還不停 下一秒碰的一聲 正在停等紅燈的三輛轎通通遭殃 一共四部車在路口撞成一團 造勢車輛左前車頭全毀 第一輛被撞上的計程車也很慘 左前方破一個大洞 引擎蓋潰縮變形 電線零件全都外露 就會大聲到你覺得是那種 變電香包插的那種 有一台車是酒駕 然後可能闖紅燈 然後剛好從上面下來的那個車子 剛好跟他撞到這樣子 回到現場床後的車輛被停在路邊 四周拉起封鎖線 駕駛胸部右手右腳受傷 就醫後被帶回派出所 原來是酒駕釀貨 事發在大年初一早上7點 至於趙氏的38歲許姓駕駛 抽血檢測換散酒測值0.68 他公稱自己在家喝酒 不知道為什麼會開車上路 也不清楚自己當時要去哪邊 至於為何半路撞車 也說全忘了 我覺得就喝酒就不要開車了 有人不如就坐計程車 這樣大家都安全 三名無辜遭撞的駕駛 兩人受到輕傷 幸好就醫後都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肇事的駕駛 再怎麼裝傻也都沒用 被公共危險罪送辦 被抓進警局過春節 TVBS新聞稍微評論 郭瑩西米士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請評論